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这一只长刀烟的话本来不是想那么早去做的本来想晚一点 但那个这个比如我是准备出了然后刚好就是呃有人要那就赶紧做一期视频然后就把它出了是这样子 那既然出了就是说这支笔其实个人来讲不是特别满意那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支笔吧这支笔的话那我觉得跟他对比了只有一次万宝龙146其他笔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个对比的必要因为他整个因为日三家来讲的话血热的笔感重体来讲的话比起另外两家是没有那么有诚意的我觉得呃因为首先是看一下 万宝龙的这个146的笔甲那呃几乎是算是一样了这个你看上面的那个 踢极吗一三层那哇146也是三层另外一个是整笔的比例来讲的话看起来是很像但是万宝龙146的稍微长一点点呃 呃血热的稍微短一点短一点点另外是笔环呢就笔尾笔环这个位置的话能看到两根差一点多整个比例来讲的话长刀岩的那个 呃环的话就整笔看起来就相当小气小气很多呃 那抛光来讲的话也就差不多抛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树枝上面抛光的话我觉得做的最好还是百利金呃或者三文堂呃三文堂的是单纯说他透明那个部分了有颜色那个不算呃对呃再下来的话那你看到两个抛光反正是差不多了 因为我这这一只万宝龙是很久了那这一只的话其实没多这一只这一只可能就是那个一年左右这一只其实是那一个二手收回来的反正就是也有一段时间了呃 然后在上面看一下笔笔帽上面的话你看就是小一点点再下来的话万宝龙这个会粗一点 就是说这个笔帽前面的这个笔环那万宝这个还有个号码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两只笔的价格差不了很多就是都花这个价格买笔了不差那么一点那所以长刀岩的话除了他的笔尖来讲虽然笔尖笔尖笔尖应该是我个人问题但是从笔尖以外的部分来讲我觉得他是真的挺没有诚意的这个那再下笔环的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看一下笔环的话呢万宝龙的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看一下笔环的话呢 如果能看到着直接笔环的话呢 那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写的物 Zuschuz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好像有一些 vecchi分的枝也有一些网 reaching 但是回头再回来看这个常刀岩就是一点的这个什么吾进去就这样子滑几下就没了 再下来的话呢一个而且这两只真的太像了就是我不知道 shifted corn 有没有日本万宝龙这样子一个定位 但是真的对 以它价格来讲 还是我真的挺失望 再下来就是这个用料上面来讲 然后我觉得万宝龙好像就这些地比较可能差不多 两个这也是很紧的 鞋热的也很紧 但是感觉用料来讲的话 因为日比的拖度情况是比欧比多的 如果有去看过百乐842的那些 那些笔的话 通常像这些笔环或者笔甲上面位置的话 拖度情况其实不是很看见 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个情况 日比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拖度问题会比较多 当然它笔件的确是比欧比更适合亚洲人写了 然后再下来这支笔是完全没上墨 笔有点多不太用得完 然后再下来的话 它这个笔其实这一支已经上过墨了 那比呃等一下这个这个时候有个地方需要拿这支海运来对比一下的欧比的这些普遍来讲它用料都是比较足的 那这里这个是海运的总成吗 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是两层的一个防蜜蜂的香草圈吗 那我就回来看说这个写了就塞了的长刀岩啊这支已经上过墨了 所以没有上墨期就上墨过程可以看就这么一小小个那相当来讲用料等等 我觉得它的做工都怎么讲的就是有点差强能益就海运的价格几乎如果在国内买的话就是连长刀岩一半都不太需要 那在香港买可能就呃不会到一半这么夸张 但是可能三分之二这样子 但是这两支笔的话我觉得它两个笔件都是很有特色的 但相当来讲在这些细节部分来讲我觉得邪乐做的就是呃有点那个怎么讲呃就是成真的诚意不足 这支笔我觉得除了笔件以外呃还有这个它的那个限量版真的有点太多了 邪乐的限量版这个品牌印象其实一直给我感觉的印象不是特别好 好那个下来呃这个当不影响我们用这个长刀岩 在下来需要比较的一个是哪一个笔杆的长度笔杆长度的话能看到其实是应该能看到是差不多的 你看就除了笔环的这个位置以外其他都是差不多连那个罗文的地方 然后笔握的部分都是差不多就是说如果你是喜欢用146的话那写了长刀岩的话那是很合适就是说用你握的习惯拿的习惯 长刀岩是呃怎么讲呢不用自移的就是说你直接买就可以肯定是合用的就呃对要对别就剩下细节还有长刀岩的笔尖 好那就下面呃一个重头部分了重头部分的话就是啊万宝龙这个还有光幕窗还好看一点 雪乐的那个光幕窗我记得上面有看过他的那个菜笔视频的话呃怎么讲他是分很多个件感觉差一点 再下来就是那个笔尖的那个雕花笔尖这个雕花现在能看得到 雪乐这个笔尖你看一下1911的部分你看好像是整个每个字嘛都往深凹一点那回来再看一下万宝龙这个146的一个雕花你看笔尖是很平滑的平滑平滑的时候嘛 呃你看他雕花没有把字凹下去你看1911就特别明显整个凹进去能看到吗中间9和1的中间那边是凸起来的 然后其他花纹也是就是说挖下去很深呃21k这里也是嘛就整个字往下凹了就没有那么平滑整个过渡就这个笔尖的雕花也是很值得去批评的 在下来那个万宝龙的146的雕花能看到是比较细的就是说他整个模子打下去的时候整个线条嘛没有雪乐这么细 那所以我才说嘛他整个笔除了真的这个长导元件啊我这个是五代的五代的刀锋打磨尖嘛就万宝龙早期都刀锋打磨嘛这个是雪乐的长导元笔尖那能看到 就是说其实就有点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刀锋打磨的一个呃怎么说呃放大摆可以这么去理解那这里能看到这这个地方 你看就说斜的那百利金那种就水滴型嘛那你会看到头是圆的 因为手机放大有限制能看到这么多那这个位置会比较明显的那个这样看可能比较明显来来来来 可以可以比较明显比较明显那能看到基本上就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个本利其实就是这个打磨方法整支笔卖的 笔舌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感觉真的是差不多了再下来的话就但是总体来讲万宝龙还比较精致很多 但两支笔差个价格差别其实真的不是很大我觉得真的 那大概整个笔的一个对比就差不多到这里就整支笔真的有点失望 说实话就是作为日三家对吧然后再下来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细节部分真的不是很到位我觉得 好那一样试写一下然后再配0.5的原子笔吧还是一样另外还需要配的一支笔是那个这个 让我拿一下啊那笔小心 这些是平常就是说随手里拿日用笔啊这一支的话是这样子我画了一下那个这支笔尖的话跟长导人笔可能笔尖是粗细那可能小一点 呃长导人笔尖效果还是很依赖就是说本力的大小 那这个是比较小的而且我现在写也感觉我估计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墨水问题 出封不是特别明显那这个是一个观众给我的是一个就国产的那种长导人间吗 我用过一个更大的但那个已经呃那个现在不在不在手上 而且那个对比手起来了呃但差别的话感觉会比我现在手上这支的手感或者是说出封效果来的更好 所以当所以整支笔的那个心中的地位突然就下降了 那这个就是国产间反正就是末将现在算是我的一个换换肩笔嘛 其实基本上他是拿一个私笔用的好那个试写一下 那其实怎么讲了那我就这一支笔我觉得更适合拿来签名了 能看到非常粗长导人最细的肩是这个已经是MMF了最细的肩了已经是 那在出文献中的话就真的是双层三层或者就是说更粗的肩 那这个最细的肩其实如果你是趴个子的高中党就是学生党之类真的不建议买 第一个太贵第二个这个价格有更好选择第三个就是它是定位我觉得 我一开始以为定位它是我以为它定位是一个呃什么呃 签字笔 没有没有日用笔结果现在发现是一个签字笔 比如说我Alan嘛 你看就是哇直接就是出息直接能住 它签名真挺顺手但是日用真的不顺手 然后现在我爬的这个格子嘛平常你看 你看这是我平常写字书就拍影片的时候 就是说不是说一笔一笔慢慢写就是很随手 你看到这个负字已经是没办法认出来 另外就是比如说在写别的字吧 像有些字你看就是我写个诗字你看有些地方能出风 有些地方这里就能出了那像这个那可以 有好像风不是很明显我不知道算不算明显 但是那个没有想象中效果那么强 当然我我字也不好看了这个实话 另外一个是这个一个大字 那这里都ok扔出来 但是我从这里一拉 这个地方的话这一笔就是这一撇嘛 一直写不好 那这个不知道是 所以说我觉得常大院应该它的整个 就是如果是练开体型书的 我感觉你那个体本身就要换一下 就是可能是笔尖的问题吧 而且如果是说真的喜欢写这样子出的 我觉得那种钢笔是毛笔 就以前做过的无足的那一根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趴格子基本上是无力了 能看得到吗 就写几笔就能知道了 那我再写一个泥 我再写下去 你看这完全就是热用是不行 但签名你看非常顺手一下 这个签名是真的相当顺手 就签名他做一个签名笔的话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再下来我这时候我用两行来写吧 两行来写应该他这个笔件就差不多了 你看就如果是这一篇我还是写不好 你看就是说非常明显了 或者我再写个例子吧 你看就是起码这么大 我觉得就出锋效果开始就会比较明显了 所以这一支笔我再试一下换一下那个 出锋肯定没问题了 这么粗的解 而且 哦 sorry 拿出笔盖 而且这么贵的笔吧 还出问题的话就 真的没话说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 Munman 好像是 Munman 有时候 这个应该是 反正他当时给我说 反正就是好像没有分粗细吧 我觉得 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肩明显就细很多了 再下来断末也是没有问题 这是国产的那种残道眼间的就是 好那我就写一下还是一样 那这个签名的话就这个细节嘛 怎么样都都能签嘛对吧 对吧 但是他这个可能是签名的话我倒经常签 所以说很顺手 那你看粗细没有长得这么明显 但是也是能有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就有时候自争的是更用别人的问题了 那出不了风那这个可能是我问题 再下来 再下来 就是能看到吗 细节就是感觉 呃整个效果嘛 墨水现在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用的墨水是出水量比较大 不是像辉波架或者万宝龙链鱼那的链性比较高的 那能看到就是说感觉国产的长道眼睛写出来的那个效果嘛 不会太差 而且你还能定一个喜欢的大小 还能爬爬格子 在这个价格 就是说如果长道眼真的要买的 我觉得是呃你真的只玩长道眼 其他笔完全不完 就任何就是像白乐85这些完全不要想单纯的长道眼 那我觉得是ok 但是如果是说有玩别的 这玩长道眼就觉得真的不是特别的那个怎么怎么讲的 就是惊讶那种感觉没有 那我现在随手一写啊 那你说慢慢写那出风那那是可以 但是那个我字本身也不太好 那所以又没有很多办法啊 那你看就是说这是我随手一写的 那就还你看就出风什么也可以 我觉得是 但是如果拿我平常的笔也能写出这些 就是也能出这种间 就平常只要是细节的笔的话 我自己写其实效果也不会差很多 那可能是我真的是我字不太好看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 对比一下圆珠笔的话就更明显了哈 就是说大概的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大概一个差别了 就是这支笔真的买的时候真的要斟酌一下 能看到吧就是看到吧就最细粗 然后这个其实平常有不少笔跟这个就会比这个粗一点点 但是这两个一对比一看哇这差别真的很大 那常导院这支肩队他比肩来讲的话可玩性是非常高 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拿来玩的完全没有问题 绝对值得拿来玩 但是不太就签名笔也可以 但是利用的真的好好考究 或者是说不是爬个纸的 我每次就买不动纸玩不动纸 然后就一张大纸 我就可能是说怎么说 比如说我现在写那我可能是 就是这样子竖写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 限制这样子一直写那我觉得这支笔是合适的 但是更多的是玩字不像是链字 就是说更适合就是说随手一笔这样子的一支笔吧 所以说一开始我误会了他的定位了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整支笔的评测就到这里 说实话就是说不是怎么讲说他不好 就是跟别的笔对比起来的话他的诚意真的有点不足 而且平常要看他别的笔 就各种限量盘什么的 对好那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有什么说都不对了给我指教一下 那一个拜拜 拜拜 就算是否订了 有什么时候 让你开心 就算是听说的 对好那是 对好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